如果你聞到那種比較刺鼻的 像那種肥皂泡啊 那種類型的在西方大海很接受 可是在華人區 甜一點的比較吃香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奶茶傳教士 圖公子涵義 這期的內容是要跟各位講 伯爵茶 很多人拿了伯爵茶 買了伯爵茶 卻不會泡伯爵茶 那我們今天就來說明 伯爵茶怎麼泡 伯爵茶它最經典大家是說用佛手乾 其實這些酸層類的 通通可以來做伯爵 所以你在全世界 各地 你看到有些人用荊棘 有人用桶乾 有人用橘子 有人用柳丁 果汁的 也有精油的 這一些柑橘類的風味 加在紅茶裡面 或再加到其他茶裡面 通通都會叫做Earggrey的商品 有時候伯爵茶會用綠茶 有些人用國寶茶 最經典的當然是用紅茶去做伯爵茶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伯爵茶各類的商品 伯爵茶呢 你們現在看到一種是用綠茶類的 或是用大潔瓶春齋 這個類型的伯爵茶呢 其實呢 它會比較清爽 湯色是比較黃一點點的 這種類型的呢 我會推薦各位可以看我們之前有 大潔瓶春齋的蟲泡影片 還有一種是經典的紅茶的伯爵茶 不管是我們官網裡面有的野貓伯爵 或是你喝馬黑兄弟的伯爵茶 或是各大品牌 像Tranning 或是Lipton 這一些品牌都有Earggrey的商品 還有一種伯爵茶比較特別 你就看到它的花瓣在裡面 像馬黑兄弟茶裡面 就有一支藍伯爵 伯爵茶之王 它的沖泡方法就比較法式了 所以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法國馬黑兄弟茶的沖泡影片 你會知道它要多一點降溫 而今天我們要示範的這個 就是純紅茶的版本 溫度可以比較高哦 沖泡伯爵茶其實我建議用大的壺 大的器皿 這些柑橘味呢 若是你用很小的蓋碗 或是用小小的壺泡 會更加的凝聚感 會很強 所以大部分我們不推薦你泡伯爵茶 用太小的器皿 適合盡量用大把的壺 像我這樣600cc 甚至到1公升的都沒有關係 越大把 泡起來你成就感越高 越不會失敗哦 我們呢 對應的茶葉 我們的比例呢 大概是用5克的茶葉 對上了500cc到600cc的水 所以大概是1比100到1比120左右 是一個很好的比例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比例來沖泡我們的伯爵茶 接下來第一個動作要做溫壺 那我們的溫度呢 在泡伯爵茶的時候 我推薦呢 溫度越高 越香 那若是你怕苦澀的朋友 或是他偏綠的朋友 溫度可以降低一點點 大概落在92到95 所以用玻璃壺 它本身就會降溫了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那我們用壺沖壺的方式 就可以讓你的茶變得更有細緻度 那我們先把它降個溫哦 好 我們這把壺呢 其實它的容量是大的哦 這把我記得看起來啊 我目測啊 大概有大概600到800cc 所以我們今天的茶葉量 放了多一點 我今天倒進去的茶葉大概是5克 蓋起來 你也可以稍微晃一晃 聞一下 哇 柑橘香散出來 很漂亮 它是那種淡淡的 甜甜的那種橘皮 還有一種水果汁的味道 大概都會聞到它 如果你聞到那種比較刺鼻的 像那種肥皂泡啊 或是那種沐浴乳式柑橘味的 那種類型的在西方大家很接受 大家很喜歡 可是在華人區 甜一點的比較吃香 好 那我們來沖囉 來 熱水 然後呢 蓋子打開 因為我們放到內膽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沖它 沖的時候呢 以不沖出聲音為主 我們呢 浸泡在裡面的時間 大概是4分鐘 若是你只要純銀的朋友 寧可泡蛋 也不要泡濃 你看玻璃的顏色很透徹很明顯 只要呢 顏色透亮的 透亮的紅色 就是呢 比較適合直接喝的口感 若是你的顏色比較深 光比較打不過去 那個濃度比較高的 適合做奶茶 這樣就是一個很好區變的方法 好 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大概泡了4分鐘 我們把這個茶湯給分開囉 那因為呢 我們裡面有茶膽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用濾網 可以直接把它拿起來 或是呢 你繼續保持著你的內膽呢 裡面有茶 拿起你的另外一把壺 然後我們一樣示範一下 用壺沖壺的方式去沖出你的茶湯 好 我們把茶分開以後呢 這樣我們就得到一壺完美的伯爵茶了 然後 扶著它 慢慢呢 從杯子的邊邊倒下去 7分滿喔 不要倒太多喔 若是呢 你是 High Tea 的朋友 你可以不拿你的這個碟子 就放在旁邊 直接喝就好了 若是你在喝 Low Tea 了 你要邊走邊社交的朋友 就可以拿你的碟子 然後慢慢的喝 哇 這個柑橘香 有些時候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喝伯爵茶 茶的品質好的 伯爵的那一個 柑橘調啊 是淡淡的提香的 都是比較討喜 因為特別耐喝 好 那我們要問問題囉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品牌的伯爵茶 像是唐寧 還是呢 Vittar 還是 Maheach Ferch 你喜歡的牌子 留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會看到 大家最喜歡的伯爵茶是哪一款 那我們來做小整理囉 今天呢 我們泡伯爵茶呢 其實要分不同類型的伯爵茶 伯爵茶大概分成三種 就是分成偏綠的 或是它不是紅茶的伯爵茶 還有一種是純的伯爵茶 就是調味的加風味的伯爵茶 加了柑橘調性 還有另外一種呢 是它就明顯加了 不是柑橘類的東西 加了花瓣 加了一些果實 加了一些香料 進去的伯爵茶 大概分成這三種 那我們今天呢 以純紅茶的伯爵茶為主 推薦各位的比例 是5克的伯爵茶 對500到600CC的水 所以是1比100到1比120 我們的溫度呢 都推薦各位在95到100度 越高溫越香 我們寧可高溫短時間 也不要溫度太低 因為伯爵茶溫度太低 喝起來你喝不太到茶的香氣 只喝得到柑橘味喔 所以如果是你的茶底 很好的伯爵茶 我推薦各位溫度可以高一點 如果是怕失敗的朋友 略略降到90度到95度是可以的 不過 徒工自我都喜歡 100度高溫去沖它 最滿意 再來時間 時間的時候 我會推薦各位 時間寧可短一點 是4分鐘 是一般我們純飲伯爵茶 推薦的溫度跟時間 若是呢 你想要做奶茶的朋友 我會推薦你泡9點 泡到6分鐘 或6分鐘以上 讓它顏色 整個茶湯的顏色 比較濃 比較深 效果會比較好喔 這邊就是小小的整理 若是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你們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看看什麼樣的新影片 都可以告訴我喔 或是呢 你們可以在旁邊 點閱小鈴鐺 訂閱 或是呢 可以用donate的方式 支持我們在喝更多的 珍珠奶茶 我是你們的奶茶傳教士 圖公子海藝 掰掰 下次見